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长苏喜周日在东路沙省冷巴达县的渔民提供多方面的援助 渴望以此推动当地经济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印尼海洋与渔业部长苏喜周日向冷巴达县的渔民翻发了土地证作业执照和渔民卡 大约有1400名的渔民领取渔民卡 100名的渔民领取小规模的捕鱼作业执照 此外苏喜海向渔民分发了7万头三种类型的渔苗 15亿印尼顿用来养殖紫菜和开发6个区用来养殖紫菜 他希望此举之后能够提高当地的海洋产业 此外他也希望当地的渔民能够一起保护生态环境 避免使用炸药来捕鱼 政府计划降低